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击此处的英雄按钮 再点击编队选 再点击配置按钮 然后将英雄拖动到指定位置 对 就是这样 接下来 让我们继续 好的 没错 来完成最后一个吧 好了 现在我们需要让英雄们 请点击这里的加号按钮 请选择一种士兵 点击确定按钮 干得漂亮 请选择一种士兵 点击确定非常好 请选择一种点击确定 好了 士兵 哇 太棒了 一切准备就绪 让我们返回主城吧 城主大人 战士们都发现目标 在点击开始攻击 选择一支要进攻的部队 报告城主大人 选中的部队已经出发 请耐心等待结果 恭喜城主大人 您的胜利已被记录在岸 选择一份最近的 如你所见 战报 好了 现在让我们撑住大人 请点击返回按钮 其中受到轻伤的士兵 将会在回城后 立即恢复为健康状态 而受到重伤的士兵 则需要前往医院 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撑住大人 我们也到这里 就是我们的医院了 点击此处 可以接下来 太好了 伤员们已经得到了 妥善的治疗 让我们先 城主大人 看这笔 城主大人 可惜的是阿古丽 城主大人 首先 让我们再点击其他按钮 选择英雄卡到 点击使用 点击任意 触关闭 选择技能经验 点击使用最大 点击使用 好了 现在点击英雄按钮 选择英雄卡 点击分解按钮 选择一个技能 再次点击分解 点击确定按钮 获取技能成功 现在可以 转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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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